立正 經理 周夏 班長在那一邊 各位都非常年輕 首先要跟各位 祝賀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台灣民政府這裡的這些 老師或者是這些組織的人員 不是老狗 老狗現在要玩新把戲 那就是什麼 什麼新把戲呢 就是要把台灣的這個真正的國際地位找出來 各位也許平常在學校裡面 在讀書 你知道嗎 在我們台灣的教育系統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 課程的內容 事實上都是虛假的 都不是真的 所以各位在這種環境之下 會被人家洗腦 洗腦以後 你會一直覺得那個才是對 因為我們常常聽人家講一句話 真相總是讓人很痛苦的 那現在我們就要把這個 真正能夠讓台灣人痛苦的原因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它改正 所以今天我講的這個課程 比較淺顯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到底這個台灣民政府在搞些什麼事 各位可能看到很多資料 但是一下子從中間這樣切入的話 你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 這種狀況你會覺得有一點模模糊糊糊 說你們是在說什麼 什麼都沒有 所以今天就利用這個機會跟各位講 各位祝賀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這老國努力一段時間以後 就要交給我們的年輕人 整個台灣將來未來的走向 就由我們第一次 以及這些所有的年輕人 你如果對這個方面 你如果有認定 然後將來要交給他們 我們這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總要脫掉了 為什麼呢 年紀不允許 所以今天看到有年輕人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很高興 很高興 我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來 跟各位做介紹 我們今天要講的 政府組織與治理 其實這些題目給我講比較不對 這國務院總理要講的 我講只有不太對 我看不是國務院總理 難道這是要給我做國務院總理的預兆嗎 在講一下 現在國務院總理看得到會給我 下一個 本來我的課是會補的課 你不是那個潘老師 潘老師呢 因為在台中在做裁判 所以不可以這個時候來 你不是給我調課 我跟蔡三名我就做好了 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大家分做這四個方面 時間會浮就講到完 時間講不會浮就講到一半 下次再來 第一件事就是要講 我們台灣的政經的現況 政治跟經濟的現況 可能沒有感覺到 但是你注意去想就是這樣 這就是要讓你真正的了解 第二件事就是要講 這個法例跟屬性 到底我們台灣的法例跟屬性 到底差在哪裡 再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台灣民政府 這個牌棒 招牌在上面 台灣民政府 另外有一個叫做美國軍政府 我們到底有什麼關係 現在給各位介紹 第三件事要給各位介紹這個 譬如說民進黨 平民民 就是說現在市民上 有一個叫做蔡丁貴教授 等等 很多人在努力台灣的前途 他們那些我們都叫做 叫做獨立建國論 就是說要獨立啦 然後要把台灣建國啦 將來呢 要變成一個世界成人的國家 我們現在世界是沒有成人的 台灣也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國家 啊咱咧 咱咱老百姓也沒有國籍喔 你不能以為你有國籍喔 事實上你是沒國籍的 從國際法的角度 全世界的角度來看我們 我們是沒有國籍的 如何知道呢 美國法院在林志生先生 去告美國的時候 美國法院跟我們的判決是這樣 說我們台灣人是沒有國籍的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有需要來研究一下 說他這個 獨立建國論呢 跟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注定的法理建國論 都有什麼差 有什麼差在哪裡 下一頁 這個兩國論呢 各位有意想嗎 好 以前李政會提出一個 特殊國與國關係 叫做兩國論對吧 引起兩岸之間的軒然大波 你們可能沒注意 不過有空的時候 還是說你們年紀比較大的事的時候 你們就會關心社會 我們現在都要關心自己的時代 將來關心社會 你就知道 這個兩國論呢 在我們的台灣的歷史上呢 可以說是一個心中的一件事 兩國論的意思就是說 一邊一國啦 台灣一國啦 你們中國一國啦 我們兩個幹部什麼關係啦 還是叫做兩國論 所以他講的兩國論呢 學習講中國 一個講台灣 我今天講的兩國論呢 不是 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 在台灣裡面就有兩個國家 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就有兩個國家 好 下一月 我們現在一部一部來講 這個是台灣的這個土地 各位注意看 這裡有一個台灣的本島 這裡有一個平和島 跟周邊的小島 但是我們這裡面上沒什麼 沒看到金門跟媽媽做到嗎 咦 咦 這些老狗啊 這個陳老狗啊 沒看到 還沒創不到 他說金門跟媽祖怎麼沒創材來 跟中華民國呢 現在實際治理的範圍呢 好像差金門跟媽祖嘛 事實上我告訴各位 國際上人人都知道 金門馬祖呢 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就是說 金門跟馬祖呢 真的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但是台灣跟澎湖不是 這很奇怪吧 這就是很畸形的部分 就是說金門跟媽祖是正經 中華民國的領土 但是台灣跟澎湖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中華民國的領土 只有金門跟媽祖而已 那叫殘餘領土 就是說國家去建範之後呢 還要出一輸子不去 沖去剩下的殘餘的領土 所以呢台灣不是 啊現在台灣是怎麼 今天中華民國 還在這個 台灣跟澎湖的上面 在這裡實施政權呢 這是美國人做的效果 美國人害的啦 所以造成今天台灣的國際地位 一直沒有受到世界的成人 就是這個原因 這裡面有隱藏很多的秘密 各位呢 這個回到家裡 或者是回到學校去以後呢 我今天跟你起個頭 這所有說的東西 今天我們一定要記得齁 就是說齁 夢聽我的 聽我的不重要 我是給你起個頭 譬如說 林志森先生跟何瑞緣先生呢 他在說法理建國論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如果基東說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絕對上網去找資料 找著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到底全部長成什麼樣子 他到底裡面在說什麼東西 我一定整片都給他弄清楚 你們了解嗎 所以我今天是給你開個頭 你們回去之後去研究齁 這才是研究方法 相信你自己 不要相信老師 老師只是跟你帶進門 剩下就是要修行在個人 對吧齁 這我們大家都知道 所以老師給你起個頭 你後面一種 傳播去了解齁 這樣你那個收穫 這樣會形成你自己的思想齁 這樣你將來這裡有一個 在這個社會上呢 你這裡是一個獨立的個人 獨立思考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獨立思考齁 不需要受別人的影響 別人對我們就對 我們就說對 別人說別人如果不對 我們也不能隨便附和 你知道嗎 這就是 我們身為一個人的價格就是在這裡 我們每個人都聽人的這樣不對齁 所以今天你來這裡 你可以抱著法語的態度 你回去研究 是不是你所看到的有一樣 一樣你就相信 如果沒有一樣 你也可以懷疑 因為我們要研究東西嘛齁 下一位 我們把這個 用一個三角框框 把台灣和平鵝 把它放在一個框框去 因為我用這個三角是什麼 是有用意的 因為它是一個組織的形態齁 下一位 台灣和平鵝呢 近期四月份的統計 有兩千三百幾萬人齁 就是說 你要知道我們台灣裡面 有兩款人 站在這個台灣的地方齁 有兩款人 一個是對中國流亡來台灣的 一個是我們本土在這裡出席的台灣人 我們有兩款人齁 齁 那麼 這個 總共加加起來了呢 兩千三百萬齁 齁 你知道什麼叫做流亡來台灣的中國人嗎 就是 蔣介石帶來 所有的人 軍民齁 齁 中國 中國戰敗齁齁 中法民國在 那時候給毛澤東打敗以後呢 流亡到台灣來的那些人 我們叫做流亡的中國人 齁 那麼各位一定要記得齁 齁 那這個我現在說的 這是國際法的齁 齁 從國際上齁 大家都認識的 大家都同意的 有共識的 這個公法來講的齁 齁 不是我自己發明的齁 齁 我們大家 各位不要看過 過幾次看過 1點點而已 如果有可能你們回到網路上去找齁 齁 叫做金凱瑞宴的 齁 金凱瑞宴的 草門的世界 你可以去那千里看齁 草門的世界齁 就是歒 那這個草門啊 金凱瑞宴的草門啊 就是台灣 李 Materílu 那麼草門呢 一直生活就是一個小桌裡面 一舉一你動呢 摄影的機會 不要 廟中說 它裡面有五千幾代 來攝影機隨時在拍攝楚門的生活的點點滴滴 24小時對外在播放 但是楚門這個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說一封安排做主角 從小時候就開始了 一直到二三十歲 每天都有攝影機拍 然後一直傳到世界各地 所有的觀眾都在看他 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演員 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演員 臺灣的狀況就是這樣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臺灣的國際地位 只有臺灣人不知道自己的國際地位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需要去研究 因為對我們來說有很重要的意義 下一頁 所以理由中國人大概有200萬人左右 沒有辦法精緻統計 因為還有通分的問題到底 是要把他算他是中國人還是臺灣很難算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抓了差不多200萬 那本土的臺灣人差不多2千萬 所以加起來差不多2千3百幾萬 那麼這個臺灣民政府 不用多久以後 就開始發臺灣的新聞情 那麼這個地方最重要 就是要把這個區分開來 就是流氓中國人跟本土的臺灣人 要把他拆開 要把他拆開 拆開 拆開之後呢 接下來很多的事情才能做 就是身份要先確定 下一個 這個 這個三角形就是 所有的臺灣人 兩千 所有在臺灣的人 包括流氓中國人跟本土的臺灣人 那麼這個流氓中國人差不多200萬 本土的臺灣人差不多2千幾萬 那麼這個200萬 站在我們這個組織 這個社會階層 相關的地方 差不多有200萬 這200萬人 都做什麼呢 做軍的 公教人員啊 都做白領的工作 我們都回來說 他們都是坐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的最高層 然後呢 他們都是通地改革 他們都是領高薪的 所以每一層 如果在社會運動的時候 譬如說叫做 紅衣燒 紅衣燒你知道嗎 陳水扁呢 動算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人出來 開始在哪有 都穿紅衣燒 我們叫他紅衣燒 燒 因為那些都是流氓的中國人 但大部分 那些人每天他們做軍公教 退休之後呢 每天都有退休金喔 他們都有10塊而已 退休金喔 然後呢 如果政治運動的時候 他們都都出來 因為他們跟農民不一樣 我們的農民如果一天沒去做 我們就沒空吃對不對 但是他們是不用做也沒空吃喔 各位 他們所領的錢呢 是不是我們的水金 六號他們領去 什麼人創給他們領呢 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創給他們領 所以那些人呢 吃爛 還要繼續求我們 站在我們頭上 你們注意到看 演藝人員裡面有七八成 以上 都都是 所謂的外星人 所謂的外星人 這都是 有很多的不平等的所在 軍公教人員 過去也都說 用不平等的制度 有很多人都可以去做軍公教人員 我們台灣人很可能 一半個子 一半個子 一半個子裡面 我們叫兩三個子而已 所以我們台灣人 正式地位是不平等的 我們希望把這個狀況改善 下一頁 那麼李登輝有一個特殊國與國的關係 就是說台灣跟中國 現在這個也有特殊國與國關係 就要在台灣都有兩國 下一頁 一國叫做中華民國的人 就是剛才說的 這差不多兩百萬的人 另外下頁這個 是兩國 下一頁 那麼 中華民國的人 我們請他 叫他流亡中國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以前他們的首都 中華民國的首都是在南京 你去看歷史絕對百分之百財 我現在說一點就沒騙了 他的首都是南京 所謂民國 這個三十九年 民國四十九年 那個時候呢 蔣介石自己走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這邊說 非復 復刑事事 說他以前在中國的時候 說他死掉這個 中華民國的總統 然後呢 那個總統 有什麼人代理呢 那個叫做李中仁 李中仁呢 中國 赤化以後呢 這個叫做 淪陷以後呢 這個李中仁 走去美國 這個叫做蔣介石 走來台灣 部隊都帶來台灣 帶來台灣 帶來台灣 然後他自己在這個 台北這邊選擇 說他首都從南京 先移到台北 然後呢 這個他呢 說他要復刑事事啦 這全世界沒有這個例子啦 說總統事實之後 說沒有經過人和的聽說 來跟他說 走去別的地方說 我開始要做總統了 這樣齁 沒有這種事情 這個國際都不成立 這只有中華民國有的啦 所以這是一個很少的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這個流氓 什麼叫流氓呢 因為一個國家 一個地方 建立以後呢 他把簽他的首都去別的國家 然後不是他的領土所在 去建立一個政權 那叫做流氓政權 我們也舉例齁 現在世界齁 現在流氓政權 最多要有30個 我們說一個 跟我們可能比較有一點關係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是不是北貴西 那個叫喜馬拉雅山 朝去印度北部 有一個叫達蘭沙拉 那叫做印度政府呢 給他15平方公里 15平方公里 15平方公里 給你去家我帶你啦 我帶你 然後呢 達賴喇嘛的政府呢 就在印度北部達蘭沙拉呢 成立一個叫做流氓政府 這樣了解嗎 就是說你的國家本來在西中 結果你沒有在你的領土面頂嘛 你走的別人的國家去 要在那個地方 建立一個政權 那個叫做流氓政權 這個中華民國完全一樣 他的首都在南京 他的國家在中國 那麼現在因為來亂的關係呢 所以現在搬來台灣 然後在台灣建立一個政權 這就是名符其始的流氓政權 他絕對一點就沒有違反國際法 所以呢 這個中華民國的人呢 這個特性就是 蔣氏的統治權貴 政經理喻的博學者 國民黨哪有那麼一個動線 很簡單嘛 這個最近台北市不是有辦這個 這個發博 哎唷 人家那個帝國也辦發博 人家用四十億的代表 辦我們台灣的發博三倍大 哇 過得漂亮 過得龐大 三倍大 我們台灣呢 一百四十億的辦這種規模 那錢走下去 最少差一百億 一百億走下去呢 放在那裡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怎麼說錢 一點就沒效 為什麼政權都印定掉了 所以這個政權不改怪 我們台灣人 英文很可憐 我們台灣人應該是 非常的好 今天就是有兩百萬人 在吃我們的東西 把我們抽我們的錢 把我們抽水 所以做成我們今天 中南部的人 很多人是散車到沒有飯堂車 啊我們 這些人如果離開台灣的 我們自己抽水 自己可以 足足有餘 大家人薪水 大家你的待遇 絕對都去三倍以上 我幫你補賬 今天就是有一個 非常巨大的吸血桶 把我們台灣滴滴滴滴 平常我們看不見 但是事實上 所有的動作都是這個 這就是這個 這些人 大部分都有利卡 他也知道說台灣 不是他的國家 所以他們 都去外國申請利卡 加拿大 美國 或其他國家 或是去拿到公民權 他們都時時刻刻都要走 我的朋友很多都是 這個所謂的 這個很外星人 我都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我跟他們也好朋友 大家有同學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想什麼 我都知道 大家差不多都有利卡 如果沒有就有公民權 時時的打包要做人 他們都是這種打算 包括媽媽英九也一樣 所以你不可以說 這是小事情 這是大事情 ok 下一頁 你看這國叫做台灣國 這個國要不成立 那種法民國 表面上已經看到了 形式上已經有了 但是呢 這個台灣國呢 只有實質而沒有形式 看不出他的影響 所以 我們這個台灣國的人 就是 什麼叫做本土的台灣人 就是在 日本天皇 1945年 民國34年 這個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二次世界大戰 然後就那天 那天的時候呢 他是台灣人的 那天的時候 他是台灣人的 跟他的兄弟 這樣叫做本土台灣人 這就是我們在說的 兩千萬左右的人 這就是本土台灣人 那麼這都是政治受壓迫 經濟被剝削 差不多有八十五%的人口 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跟這個過去 南非一樣 這就是一樣的 少數的白人 去統治 統治大多數的黑人 完全一樣的模式 所以呢 十八人口 十八人口 來通締 我們差不多台灣有九十八人口 這種的 把我們數肥 吃得很肥就對了 下一頁 所以我這次講的 兩國論是在說 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有兩個國家 一個叫做中華民國 一個叫做台灣國 跟那個兵的中國一點關閉就沒有 所以呢 這個兩國論 我跟你說是這個部分 那麼這個中間的關係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我們台灣人呢有85% 嚴肅呢是在想我們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 是那個10%的人有政治影響力 我們前面沒有 所以我們是比通敵 因是通敵這樣 下一頁 這樣說呢 各位會覺得很生硬啦 或者是有點不太贊同 我們現在來用這個牧場 來給他舉例 來給他解釋這個政經狀況 這裡有一個叫做牧羊人 這旁邊就是牛羊 我們現在就要來講這個故事 下一頁 中華民國呢就是牧羊人 我們這個台灣國家都牛跟羊 這個牧羊人專門在通敵牛羊 以牧場來說 那麼這個牧羊人呢 這是每天的喔 那牛 每天要給你擲牛奶 什麼叫做擲牛奶你知道嗎 你說我沒有擲牛奶 我不是牛啊 但是實際上你每天都要擲牛奶 每天不是有各種的稅費你要繳嗎 你開車經過高速公路要不要繳錢 那些四十塊是算決定的 中華民國決定的 你去路邊停車呢 你要停車費 這個停車費你也是他決定的 再來叫停車的車 這顆跳表每半公里 四百公車 跳一條那多少錢 中華民國決定的 所有的事情都中華民國決定的 所以今天的水費電費 所有的行為一切費用 都中華民國決定的 所以呢 這裡每天呢 你眼睛一睜開齁 就在花錢了 這裡要做稅費 每天你都得了 這就是我形容來說 每天都在給你擲牛奶 而且他認為要 要跟你收多少錢呢 他們就決定了 就不用跟你商量 再來還有一個叫做 如果你是免養的話呢 每年要跟你好好的撿一次羊毛 羊毛 免養一年才再加一片羊毛 現在我們就是羊毛 那邊的羊毛呢 我這裡有什麼 就是要抱腳所得 所以你幾年來 到底你賺多少錢 都都補不出來 就叫錢 你要注意喔 中華民國是這個奇怪的賬款 你叫錢去之後 就是他的啊 他想要怎麼用就怎麼用就對了 你一點就沒有辦法 應該是要回饋給我們 結果不是啦 他都把你收收起來 他想要怎麼用就怎麼用 這就是 這抱腳所得睡的部分 這個另外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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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羊呢 啊你如果要吃草呢 要吃水呢 你自己去找 哇 這個啊 媽媽救的政府呢 不可以幫你照顧一下 這個啊 營養午餐齁 你沒有錢 或是說 你這個啊 處理太善車齁 或是這個 健保費你沒有辦法 沒有人家的事情 有什麼關係 所以 你落稅給我 你應該 要注意你的屎的爺能力 和我無關 所以水炒自己去找啦 要怎麼吃飯 你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們的政治上 已經廟伏到非常嚴重 啊如果說你的 這些牛羊齁齁 你如果要反抗齁齁 就自己抓 就自己抬 對吧 因為各位在台灣的歷史上 例如說228事件為什麼年紀比較大的人 大家都常常在說這個 各位可能沒感覺 為什麼因為年代久遠 這個事情對台灣是非常大的影響 反正如果228事件如果不發生 我們台灣現在最終沒有兩三倍 為什麼 因為228台的都是精英喔 台灣的知識分子喔 不是做醫生的 不就是做部署 協定的 不就是你的社會生活很有影響力 那種台條一次台十幾萬人 所以我們台灣因為這樣無節之後 大家台灣人都很怕 所以精英台條之後大家都說說 所以台灣的政党沒人知道 台灣的地位沒人知道 一直到最近幾年來 何瑞源先生 外國人還來幫我們拯救台灣 所以我都稱呼他是台灣的國父 將來的國父 為什麼對我們的貢獻太大了 因為我們台灣真正的歷史地位 在這裡才叫貢獄 我們台灣人沒人知道 就叫這個外國人來幫我們處理 這是很舒服的事情 下一頁 所以這個 再來 要跟各位說一說 我們就是這個台灣人 會割這個T型的部分 還分成兩種人 還分成兩種人 一種的 叫做 人 他是 主義喔 他是本土的台灣人 厭育他人動中華民國 人動中華民國 那麼人家在這裡的人 這真正的流氧呢 他沒去人動中華民國 內心裡面很痛苦 只有這樣而已 這些人呢 鑽紅色的這塊裡面 他雖然是中華 雖然是本土的台灣人 但是他去人動中華民國 所以這些人呢 我們請說他投機性的牛羊 他吃半尾牧羊犬 就是說 扁扁牛羊 都四隻腳打在頭腳嘛 然後呢 他披上一件外衣 然後變成牧羊犬 牧羊犬幹什麼呢 協助牧羊人 回來通敵這裡的台灣人 這樣了解嗎 各位知道有什麼樣的這種人嗎 各位知道嗎 帥哥 有沒有概念 我打個比方 吳伯雄是不是 吳伯雄他們阿伯 是去給郭民董 二、二、八、四、行 他抓去穿衣服 整身屋的衣服 他躺在身上內褲 手錶什麼大家都拔掉了 金牙齒也先拔掉了 他曝斯野外 照理來說吳伯雄 應該是恨這個國民黨才對 結果他不是 他還是當國民黨裡面的人 是吧 他是忠貞的國民黨的黨員 叫做奔套台灣人 披上一件外衣 然後還要協助國民黨 來統治台灣人 來剝削台灣人 這就是這個有一個人 我們稱呼他叫做牧羊泉 像律師這種人要還有嗎 除了吳伯雄以外要還有嗎 王建平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 所以將來我們發行問題的時候 我們希望這樣做 你如果人工中發行 你就不是奔套台灣人 這樣了解嗎 因為你就沒有幫助台灣人 你為什麼要幫助派人 幫助那個匪徒的 手藍的 這款人 不好意思 我幫你當作你是中國人 你沒有什麼參政權 我們希望這樣做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中間這個人 叫做 叫做 政決做負 就 甘為政治失利 來做英權 跟打掃 全門回來 又加我們的牛羊 這可憐的 我們台灣人可憐的 這的人最可憐的 本來你是跟我是一樣的 不過他為了他的利益 他批上一件外議以後 變成中華民 變成國民黨的黨員 然後回過頭來 取得政權的 裡面的一點影響力 然後回過頭來 又來幫我們祈福 這的人是最可憐的 所以這個人呢 我們這個牧羊群的部分 這個專櫃社 我們稱呼他叫做 施德哥爾摩症候群 這個郭牧師 郭鴻斌先生 他有口 我不知道他有說對不對 這個施德哥爾摩症候群 各位 你們都可以上網 你們上網去跟施德哥爾摩症候群 他就告訴他整個的故事 這是 這是一個瑞典的故事 就是說 加害者和比害者中間呢 發生質疑 然後呢 比害者呢 不但呢 不但不去 萬幸這個叫做加害者 反正回來 這個比害者 過代過去幫助加害者 來做壞事 這樣叫做施德哥爾摩症候群 這發生在這個 瑞典的首都 這個青銀行的故事 這就是人格心理上 認同上有問題 這是我們台灣的牧羊犬 就是施德哥爾摩症候群 各位呢 有幸福啊 我跟他講一個名字 你回家要記得去查看 他到底在說什麼 因為我時間沒辦法那麼多 下一頁 所以呢 我們在台灣呢 這裡面呢 可以這樣看 其實分做三個 一個是通底架 牧羊人 一個是牧羊犬 一個是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本土的台灣人呢 是牛羊 每天都讓人在剝削 所以呢 我們是很可能的 我們台灣人可以很好 我們一年可以創造多少產值 我們的享受可以做到多少 所以我們希望 台灣民政府 將來有一天會回合我們這個 真正的地位 我們台灣人 賺錢都不用錢 我們的錢是借到什麼 但是呢 就是因為政治的關係 才錢被拿走了 國民黨的東山從哪裡來 很簡單嘛 都台灣人的錢嘛 所以將來 我們有義務 去把東山東東堆回來 照到美國的這個保護 這個國勢的資源 那些東東要偷偷回來 因為那時候 對他們來說是補益之財 接下來呢 要給各位介紹這兩個名詞 這兩個名詞 這兩個名詞呢 是很重要 我們在這裡有同學投法律的嗎 有沒有 舉手讓我們看一下 因為你如果投法律的 我就說比較適合 那你如果沒有投法律 我還要說比較適合 因為畢竟 沒有那麼簡單 OK 下一位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拉丁文 這個是法律的專門用語 這個發音呢 叫做 拯救 拯救 拯救呢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法律上的 權力上的 各位上的 如果去看這個外國的文章裡面 如果幾乎說從這個法律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贏得這個字 就叫做拯救 它的意思就是法律上的 另外一個這個叫做 這個法音 我先說這個法音 我是對那個 Google 裡面有那個 即時發音 在那裡 因為我問很多人 每一個人說的 讀音都不一樣 所以我都沒有用 我用Google的 這個就是 這個Fact 這個就是說 事實上的 事實上的 各位要記得 我們現在法律建國論 法律建國論 我們在說的是民進這個 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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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 所以 要注意 法律上的 其實是法理上的 跟事實上的 是不一樣 譬如說 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什麼地位 我們現在研究出來 可是實質 不是 這兩個不一樣 一個是理想 一個是實質 一個是硬然 硬然 就是應該是這樣 另外一個是實然 就是實質 變成這樣 就硬然跟實然 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個中間有差距 我們要去努力 這就是 在座各位將來也要努力 有分 所以我們都是將來台灣 可以建國 最有講現的人 這個 社名裡面 對球是有意義 有意義 不是在對球 生活上說 我吃比較好 睡比較好 然後就像他 比較多錢 或是說這個 塞便族 那叫做 枝節的事情 你的社名意義 在哪裡呢 這就是我們要去對球 今天各位 都來參加這個活動 你在對球 你的社名意義 將來台灣的歷史上 絕對有你的名字 你的勁勁順順順 大家都會記得 為什麼 因為你在做對台灣人 優利的事情 我們這老國 先做一段時間 之後 接下來 要交給各位 這就是我們的希望 所以這個應然 應然就是 剛才說 應該是這樣 什麼叫做食然 實際是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有差別 下一頁 所以這個 林志生和何瑞園 他們所做出來的東西 叫做法理建國論 是一個論述 一個主張 我們以為台灣應該是這樣 你的經濟是什麼 人家給你問 你就要說 我錢怎麼怎麼來 各位 讀台學 或是說 你讀研究所 讀研究所 討論文 你的論文 不能說我說就算了 你要有根據 根據是什麼 就是 這個法理建國論的根據 後面我會說 所以我們這排 我們現在在研究 何瑞園跟 林志生 這叫做 零和論述 有時候叫做 零和論述 這叫做 法理建國派 法理建國派 利用國際法的法理呢 要來須台灣建國 這個主張 但是呢 各位有注意看嗎 首先呢 就是沒有建國嘛 就是要差很多嘛 這個差距呢 就是我們 我們將來弄的部分嘛 這裡的 這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 叫做法理建國會 就是說 為了要做這個 法理建國的這行動呢 我們有組織一個 叫做法理建國會 法理建國會呢 就是一個組織 法理的論述呢 那是一個主張 一個看法 那麼 為了要說這個 法理建國論述 簡單說 這個FORMOSA FORMOSA 就是包括台灣跟澎湖 澎湖群島 澎湖群島 這個澎湖群島 為什麼跟台灣呢 為什麼分開寫 人家都要去想 因為這很重要 因為台灣 主國以來的 這個地方呢 配偶跟台灣 是不一樣的 所以 舊金山和平條約 是跟台灣 跟 叫做 PESCADORS 叫做 PESCADORS 就是配偶滾 PESCADORS 這個 這個地方 它的國際地位 在外國人 西方人 這個觀點 跟我們台灣 是不一樣的 各位有幸福 可以去研究 所以 這個 法理論述 會把台灣跟澎湖 分開 而不是台澎一起 為什麼這樣子 各位可以去研究 所以 假設福爾摩沙 是代表台灣跟澎湖的 這個群島的 整個的附屬島嶼 好 那麼 那麼 我們福爾摩沙 法理建國會 福爾摩沙 我看 來報資料 這些什麼 聽不聽 撒ита 吵歐字頭 浮爾摩沙 法理建國會 那是錯的 我們不是炒 我們是刷 這不一樣 所以要不要注意看 不然什麼都在炒字頭 下一頁 所以我們這個法理建國論事主要是根據國際法 因為台灣的問題是自處世界大戰 所無改革的國際問題 絕對不是國共的問題 國共問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而是國際問題 就是說美國跟日本戰爭 當時我們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美國跟日本戰爭之後 日本戰敗 戰敗的土地 叫做金山和平條約 叫日本放棄 啊放棄之後呢 沒有交給人家一個國家 沒有交給人家一個政府 所以我們現在在空中在揹 就是那時候所有權壯啦 那時候所有權壯在空中 揹過來揹過去 現在不知道要落在哪裡 不知道要去上帝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沒有所有權政 所以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台灣也不是國家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領土主權嘛 所有權政你沒有嘛 所以當然你人都沒跟你生人 你是個國家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注意去看 社會國國在在說那些事情 人家是後面是有背後的道理 尤其是國際法的道理 下一頁 各位可能不一定要了解國際法 簡單在這裡給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叫國際法 國際法以前有人稱呼 叫做萬國法 也有人說叫做萬國公法 這是同一個黑洞的東西 因為這個版本它會一直在變 隨著時代的演變 它會一直增加 或者一直修訂 但是這個東西都是國際法 以前的名字叫做萬國法 或者叫做萬國公法 那麼 現代名稱叫做國際法 那麼國際法裡面 用這個適用對象來分 國際公法跟國際司法 司法 什麼叫做國際司法呢 就是 國跟國中間裡面 屬人的權利義務的關係 那叫做國際司法 就是說 譬如說 美國人跟日本人兩個結婚 現在走來 隨便講 走去菲律賓結婚 將來離婚的時候呢 這樣是要適用日本國的離婚的法律呢 還是要適用美國的法律呢 還是要適用結婚地 菲律賓的法律呢 來辦離婚 喔 這是國際司法 這樣了解嗎 好 還要有人在飛機上艦搶劫結婚啦 啊這結婚呢 那個飛機是美國的飛機 啊這個人呢 是這個中國人去結婚 啊現在 犯罪了 現在這個結婚呢 是要適用 這個結婚是中國人嘛 那麼這個 將來判刑的時候呢 是由這個中國的法律呢 來判刑 就是他的國籍國嘛 那個絕肌犯的國籍國來判刑 要是要利用這個做飛機的國家 飛機是 有國家也有國籍嘛 或是利用那個飛機的國家的國籍來判刑 像這個叫做國際司法 知道嗎 就是輸人的事情 不是國家 不是政府之間的事 這種叫做國際司法 國際間牽涉到個人 權利義務關係的 那種的法律 叫做國際司法 我們現在呢 我們這個法律論述裡面 不牽涉到國際司法 一部分啊 它很少 大部分都說國際公法 什麼國際公法就是 大家共同的啦 政府中間 各國中間的 法律 的約束 就要做國際公法 但是各位一定要記得 國家呢 國家的主權是至高無上的 沒有一個 要還有一個組織 一個政府說在我們的國家主權 在那個政法律 叫我們國家的時候 每一個國家都遵守 沒有這個單位 聯合國是不是我們國家上面的國家 不是嘛 它是國際組織嘛 對吧 所以它不是 它的充其量跟我們八大而已 它是國際組織 對吧 跟我們同學會一樣 對吧 所以 各位一定要記得 這個 沒有 國家民眾 沒有國有國家 國家就是 至高無上的 主權 至高無上 所以這個 這個 沒有一個那種 造成的 它有 獨立對任何國家行使 立法權 司法權 這就沒有啦 所以 你要記得國際公法是 國際法是建構在國與國之間條約 建立一個條約 大家要加進嗎 都加進 譬如說聯合國 現在會員國多少國呢 190幾國 190幾國都是用國家身份加進的 台灣可以加進嗎 可以加進做 聯合國會員嗎 可以嗎 台灣都不是國家 不能加進嘛 因為聯合國是以國家為會員 所以不可以加進 WTO呢 為什麼可以加進 因為它不是國家 它用經濟體 所以可以加進做會員 這樣了解嗎 所以聯合國呢 這個要做 是怎麼形成 我頂著聯合國憲章 然後呢 你們要同意我這個聯合國憲章的人 你們大家都來簽 說你要加進 加進你就要收這個聯合國憲章的約束 你違反聯合國憲章 我聯合國可以處罰 這樣了解嗎 所以呢 這個國際法呢 他跟我們一般國來的這個 我們稱呼 相對國際法呢 我們稱呼這個叫做內國法 不是國內法 是內國法 相對國際法 這邊叫內國法 如果國內法裡面 立法院定好了 總統公佈 然後呢就施行 對吧 拜託 國所公佬說 你如果是超數要發100萬 你就叫發100萬 還有做國內法 還有做國內法 所以這不一樣 沒有一個世界 沒有一個國家 或是做這個 定制法 全世界都要通用的 沒有這種做 所以國際法是建構在條約 或者是公約 建構出來 對於有時間 這個叫做何瑞元先生 可能會跟國內 說這方面 我現在已經說過了 國際法裡面 有平時國際法 和戰時國際法 建時國際法 一般都沒有什麼在研究 因為 我們的這個地球 用時間來講起來 修正的時間比較少 和平時期比較多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去研究 平時國際法 那麼戰時國際法 比較少人在研究 不行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二次世界大戰 所未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去看 戰時國際法 下一頁 平時國際法就加了 國際人權法 海洋法 外交和領事公約 條約法 還有一個叫條約法公約 條約法公約 就是說 拜我們全世界 要跟國中間 要來訂這個國際法的時候 訂這個條約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規範 所以訂一個叫做條約法公約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這就是平時的 國家居民和領土 譬如說人人都應該有國籍 不應該讓一個人變成沒國籍 那如果變成一個人沒有國籍 那一個國家要負責任 這就是平時國際法 這樣了解嗎 所以大部分 我們台灣的最重要 是在說戰時國際法 下一頁 戰時國際法就是 一般稱呼 叫做戰爭法 所以各位看 林志生 或是何瑞元的這個資料裡面 如果說戰爭法 你們會記得 等於查字典 或是等於查網路 他跟你說什麼叫做戰爭法 戰爭法的暫時國際法 他最主要是在說 建政也有方法 譬如說 這個中華民國跟我們說 他抗日 抗日8年 是這個 如果用國際法 假如看起來 沒有啦 他才有抗日8年 他說民國26年到34年 抗日8年 對不對 我們都被騙了 為什麼 國際法 沒成人 因為 日本脫襲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 脫襲珍珠港 第1天美國國際對日宣戰 1941年12月8日 美國對日宣戰 中華民國 再更後面一天 1941年12月9日 對日宣戰 國際法是 你如果要稍前 你要向宣戰 如果沒有宣戰 叫做武裝衝突 聽到嗎 那個國際是沒有保護的 就是說國際法並不保護你這種不宣而戰 那不遵算 所以 從1941年12月7日到1945年 這個日本投降為止 這樣這麼幾年 這麼幾年 那麼 中國對日抗戰以國際法的角度來看 對日抗戰三年而已 不是 8年 我們都被騙了 好 下一頁 暫時國際法 這裡有各位 簡單看 有幾個系統 一個叫做海牙公約的系統 各位這些資料 你們有需要 你們可以把我們後面的 先生來幫他扣 你扣回來 每一個東西你都可以去查 通通是存在的 那接下來 日抗戰的體系 面上這個海牙公約是在說 修繭的時候 不可以用什麼方法繭 要怎麼繭 剛才那個面上有一個十字的救護兵 你就不可以跟他們開槍 有的比較聰明的國家說 這樣很簡單 我說我阿彌國 面上都把法十字 這樣喔 都出來修繭 這樣就是什麼 這樣國犯法 所以這都說 戰爭是有章法的 不是可以亂幹的 因為有國際的感動 這海牙公約最主要都在說這 日內外公約就是 比較俗這個紅石智慧 保護戰俘 譬如說那個 阿彬國 修繩被俘虜了 要如何被待遇 了解嗎 可以跟你們待遇 不要做飯 不要做自由林 就違反國際法 這是都不行的 下一頁 再來一個國際紅石智慧 有戰爭的部分 這是有關那個老百姓 譬如說這個 可能老百姓 發生建政 怎麼做難民 剛才我說得沒錯 流亡中國人 現在在台灣有很多建村 建村用國際法的角度 來給他賦名 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小朋友你知道嗎 叫做難民營 那個建村每一個戰村叫做 一個難民營 聽懂嗎 他是在中國流亡來這裡 他是難民嘛 對吧 所以他是難民營 你要記住 這個叫國際法的觀點 他是難民營 叫做建村 事實上他是難民營 好 這個美國陸軍總署有關戰爭法的匯編 就是 叫什麼 FM27 F就是field 這個M就是manual 手冊 Field就是戰場 大長地 建長 戰場手冊 這個美國 這個政府他是一個很修法的國家 美國的法輪對任何人的使用 美國總統也要修法 但是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用修法 因為中華民國總統比憲法更大 在美國 是法輪比人給人家都比較大 大家都要修 這是 很大的不一樣 所以 這個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 他實際有辦法改變這個 憲法 憲法裡面的規定 他才變遵守 在美國是不可能的事 好 這個美國人 他為了要讓這些 軍隊 在這個建領 發生建政 還是建政後 建政前 建政後 建政中 所有的事情 在裡面攸關的這個國際條約 為了要讓執行 他在美國的陸軍部 在那種種變得好 聽我的意思嗎 根據國際法跟他的這個 阿兵哥 這些軍隊的這個整個狀況 他變一本陸軍 陸軍 這叫做戰爭法的會變 了解嗎 怎麼跟人家修建 怎麼修建 這裡 全部照國際法的東西引進來 然後 具體規定他怎麼做 這就是 他重要的地方就是 反應了 所有的暫時國際法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去那 找治療 因為國際法有時候我們頭部那麼準 頭部那麼多 再來一個 叫做美國最高法院的戰爭的判例 美國常在跟人家修建 美國也常在跟他建國 所以美國對這方面非常有經驗 所以美國法院有時候也會去給他 美國法院做一些判例 你知道美國是判例的國家 就是說 以前如果有一樣的一個情形 經過山盤過 後來人又發生一樣的一件事出來 情形跟一樣 應該要判一樣 這判例的重要性 這也 要研究這個台灣的國際地位 有這麼多東西都要去討 就是說你如果要做何瑞元 要做林主生 這都要滾瓜爛手 這比較 比較偉大的地方就說 如何知道說要找這些 這就是何瑞元的功能 何瑞元的功能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好好討論 你就把台灣的地位完全清清楚楚 你就不會做出門的世界 裡面那個出門 你才不會說 下一頁 所以這個何瑞元跟林主生呢 因主廠法理建國論 下一頁 這個 民政這頁呢 叫做國際法例 我們 法例是這麼長的 用長度來說 法例這麼長 會跟這個 屬於上他的地位 屬於上他的地位 不夠 一數而已 現在這個中間的這個 紅色那一塊 那就是 跟法例差多少的部分 各位要知道 法例是全世界都成人的 不是我們說的 是全世界都成人 所以呢 我要跟各位說 民政 民政這頁 民政這頁是在說 台灣 民政這頁是在說台灣 這個台灣的法例 這麼長 這麼有多利 可是一數 世界最一數 政治管理國際地位一數 會跟這個呢 是中華民國 他的法例一數 不過他實際地位這麼多 還可以通知我們 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 我們現在在研究的 就是這個法例 要怎麼把這個 這個部分 法例跟實際 給他一樣 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部分 那麼另外呢 這個 這個法例子輸出啊 然後呢 實際這頁要 款這頁要大 地位這頁要大 那麼這要把它矯正 要把它切掉 要把它切掉 這就是中華民國 這樣知道嗎 法例子輸出啊 啊 是一個地位這麼多人要超官 這個要把它切掉 要矯正 那麼 不論是這個 還是這個 不論是這個 帶努力的部分 還是硬切掉的部分 那麼 都要來找美國 找美國 國會找美國的法例呢 來來跟我們主持共度 這樣我們台灣呢 現在有一天 播雲見日 法理地位 跟實際地位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的 國際法理地位呢 這就是 做憲宗 零和論述裡面在說的 說 我們的 國際地位是什麼 國際的手段都會有 所以我們現在 包括公民權立法案 頂頂 這些資料呢 其實呢 都是這裏面的東西 這要怎麼執行 要怎麼努力 台灣的國際地位是 完整的 但是呢 實際上跟它是有很大差異的 這我們將來要來努力 也是國會的執行 有關這個 台灣民政府組織法 朝你一個法案 時間的管理就不講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這簡單 告訴各位說 台灣民政府 在這裡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民政 叫做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的民政 美國總統 所以國際一定要記一件事 今天我們在做台灣民政府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的老闆 我們的老闆 我們的老闆是美國總統 我們的老闆不是台灣的老闆 知道意思嗎 我們不用去叫他給我們當選票 我們的法理建國論述 全台灣的所有老闆都同意 或是說過半數以上的人都同意 這樣我們才可以做事 因為我們的老闆不是老闆 我們的老闆是美國總統 所以美國總統那票比我們台灣的兩千三百萬票更大 所以 我們如果找美國總統 來幫我們解決事情就可以了 台灣的老闆是 要同意不同意 不重要 這樣了解嗎 因為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今天 會這樣 都是美國做成的 所以美國要出來 收拾殘局 那麼 美國 我們台灣民政府 可以說是 美國軍政府裡面 一小部分 這樣了解嗎 我們是保在裡面 對 所以我們是過渡性政府 我們要國際地位要不正常化 這是過渡中的一小 一段時間而已 將來 我們台灣 要主題 要建國 要用這個招牌 先完成 這樣知道嗎 說你要買東西 你總是要掏錢 在掏錢的動作 然後才能買東西 所以這個台灣民政府 是一個過渡性的政府 當然 美國軍政府 也是過渡性的政府 過渡一段時間後就不好了 就變成另外一個名稱 譬如說叫做台灣國 台灣共和國 還是叫做什麼 那個部分 我們現在沒有設定 就是說 將來要由所有台灣的 老百姓的共同 本土台灣人共同 公投 決定我們將來國歌 國名 憲法 頂頂 我們將來公投決定 但是你一定要經過這個改動 這個過渡這階段完成以後呢 那麼 我們才有可能走到那個階段 這個國際法 台灣民政府現在這個過渡政府呢 大概分作三部分 參眾議院 國務院 還有一個叫做最高法院 這是我們草擬的組織 這個也是戰爭法的規定 我們不能自己發明 譬如說 台灣民政府 台灣 台灣 政府政府 這個 不可以改 如果改做台灣國 任市政府 不可以 違反戰爭法 違反國際法 所以就不行 所以呢 這個部分 是 簡單 跟各位說 這個 民政府跟民政府的 中間 的關係 那麼 現在民政府來台灣後呢 他要做什麼呢 做兩項 一個叫做國防 一個叫做外交 國防是什麼呢 我們的阿兵國 通通聽 美國要保護我們的安全 國際法的規定嘛 戰爭法的規定嘛 美國要保護我們台灣人 因為我們是他的佔領區 他要 幫我們保護 所以我們不能去做兵 做兵就奇怪了 他有那個佔領者 來我們台灣 譬如說中華民國是佔領台灣 那佔領台灣呢 還對台灣 注意喔 我們是敵對關係喔 他現在 來我們台灣 跟我們徵兵 是要保護什麼 保護台灣人 還是保護中華民國的人 這是矛盾的事情 國際法都沒有這種規定 不准這樣做 所以 被佔領區的人 不可以被徵兵 所以我們阿彌國 我們這裡 台座的雜佛的 都讓他們徵兵去 將來都要送小 通通給我討回來 看起來要責算多少錢 通通 通通背上 那麼 外交 我們這個 美國軍政府 如果來台灣了 我們馬上就加進聯合國了 為什麼呢 我們變聯合國的副會員 美國是政會員 我們是副會員 所以 美國軍政府一進到台灣呢 我們台灣馬上變成聯合國的會員 那麼簡單嗎 那個什麼WHO 不可以做會員 美國軍政府一進來 外交就要把我們處理 所以我們馬上就變WHO 副會員 聽懂嗎 所以 這是有百利的危害就對了 你要加進聯合國 最簡單的 就是美國軍政府來 美國總統派一個總統 來台灣 這樣我們馬上就加進聯合國 馬上就加進這個世界的 各種這個 聯合國的組織 對吧 因為美國要把我們安排 那麼除了國防跟外交之外的 叫做民政治理 這個民政治理的部分 由台灣民政府來做 所以呢 台灣民政府呢 只關民政國防跟外交不能插 美國民政府自己管 我們不能參加 他會找我們去參加 還是我們不能 去做否決 了解嗎 你的管理那不是在我們這裡 這些都是國際法的規定 不是我發明的 這樣了解嗎 我們要先有共識 下一頁還有嗎 下一頁大概沒有時間講了 所以 這個 在這個時候呢 非常 高興 有年輕人來加入我們這個組織 慢慢的你們了解了 我相信主要你若是 這個要做 託邪友跟託友託友 每一個人應該是不會反對 應該是會認同 我們這個法理建國論事 接到 所以呢 將來呢 要希望國會呢 可以接任這個棒子 那麼現在呢你就必須要加入 然後把這些東西弄清楚 有一天美國人派台塞 或是派一些這個 美國的這個 冠風人員來的時候 你們可能都要去跟他們見面 你們可能有很多機會跟他們做 外交 或是公務上的接洽 所以呢 要記得英文要練得好 英文回家好好練 因為現在目前台灣民政府 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說 英文可能會變作 台灣的官方語言 這樣知道嗎 未來的走向 可能是10年20年後 台灣的可能 官方語言其中有一個就是 英文 所以呢各位要好好的練習英文 你不要把他小看喔 因為這很重要喔 今天時間的關於 說到這裡 謝謝各位 起立 立正 進來 坐下